今天几点可以下班 我们刚预计了 大概六点下班 然后明天十点出工 看看是不是 怎么会这样 那最后两天 要把剩下所有的汽车拆开 是不是像小时候 中卜寒家左叶 就有这种感觉 然后已经是在滑了 今天感觉拍气怎么样 我觉得冷不冷 对 太冷了 因为拍气真的冷 是这里才降温了 所以都很冷 然后所有人都是 就是靠着这个东西活着 然后看到了很多群员老师 跟我们一起站在那边 瑟瑟发抖 真的 这样的心情 但马上我们就刷青了 就可以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 有没有剧组爱用好物介绍一下 爱用的好物就是这个衣服 不好那个 还有我的秋衣 这里不方便展示 还有我的秋衣 非常的好物 我平时可能就是很少的情况下 会自己穿秋衣 但这个寒冷的程度 包括后面的衣服 其实它是没有那么的防寒防冻的 所以我身上贴了很多的暖宝宝 然后里面穿了很厚的秋衣 我这里面这裤子起码有三条 那沙青感觉怎么样 还没沙呢 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再给拍完 再来说一下我沙青的感受 沙青的感受就是我们刚刚 早上开始清醒的 因为昨天我们大家都有点感冒 也生病 然后回去就直接睡了 我身子装都没有写 我直接睡在早上 然后我还看着手机 哎 九点是晚上九点吗 然后导演还非常贴心的 给我送了早餐过来 然后因为昨天那个沙青燕没去嘛 因为大家都生病了 然后呢就过来跟我们聊了聊 然后那个沙青的感受 和拍摄的感受 然后呢就是现在我们就是 回上海的路上了 这里好好地休息几天 然后觉得还是蛮开心的 之后再去做 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然后呢也说上海回上海 以后可以一起去迪士尼玩 一起去迪士尼过圣诞 希望可以过 然后也希望大家做好防护准备 因为呢感觉就是各位粉丝朋友 在这边呆着都有点感冒 要么就有点生病有点发烧 觉得还是能最后生病 再最后生病吧 然后过去休息了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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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